这是彼得阿提亚的《超预期寿命》这本书的最后一讲 这一讲的主题是精神健康 更严格地说是情绪健康 我首先需要说的是这一讲里的一些原理和方法 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证据支持 但是尚未成为主流共识 一切都在探索之中 像阿提亚本人就有情绪健康问题 而他求助的并不是正规医院那种官方机构 而是一些民间的私人性质的组织 这并不是因为阿提亚喜欢不走寻常路 而是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寻常路 现实是直到目前为止 大多数人并认为情绪健康是一个需要治疗的问题 可能你身边有一个人整天发怒 是一个自大狂 动不动就指责别人 而你觉得这就是一种个性 那个不是个性而是一种病 就如同肥胖不是一种身材类型 而是一种病态 精神创伤不是少数人的事情 也不只是软件问题 它是对身体健康的残害 那种自大狂人格可能会让你想起马斯克 最近沃尔特埃萨克森写的《马斯克传》刚刚出版 书中的一大看点就是 马斯克之所以是这样做事追求极限 疯狂工作 自找压力 对人苛刻 喜欢尖锐批评和斗争的样子 是跟他的童年阴影有关 他从小受到过父亲的精神虐待 在学校里还经常被别的孩子霸凌 很多做成大事的名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快乐的童年 有些人听到这些故事会说 啊 非常之功 必带非常之人 正是童年的苦难成就了他们 还有人相信所谓男孩要穷养 挫折教育 赞美逆境 认为孩子有一分钟的快乐都觉得是罪过 有些挫折确实可能有正面作用 阿提亚书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在美国 年轻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独立做研究的第一步 通常是申请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基金 但因为申请的人太多越来越卷 基金的评审已经变成了大分制 就好像高考一样 那么就有研究者搞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 第一次申请的时候 有的人只过限了几分而获得了基金 而有的人是只差几分没有得到基金 请问这两种人日后成才的可能性 有什么差别呢 结果是那些运气不好 只差几分没有拿到基金的青年科学家 只要能坚持留下来继续做研究 他们将来职业生涯的总成就 明显超过那些幸运的过限几分 拿到了基金的同行 你看这不就是尼采说的那句话 杀不死你的定会使你更强大吗 这不就是孟子说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 所以反脆弱效应确实存在 但是我想提醒你另一个事实 那些差几分没过线的人 很多结局是直接离开了科研好面 如果杀不死你 你可能更强大 但要是杀死了你呢 而且申请基金失败毕竟只是个小挫折 别忘了反脆弱的原则就是把挫折小型化 那如果从小就遭遇各种大挫折 会不会更容易被杀死呢 阿提阿小时候也受到过各种虐待 他一点都不认为受虐待是值得的 童年的痛苦经历 两人到了成年仍然长期处在痛苦之中 情绪痛苦的一种表现是容易发怒 于是就容易跟人冲突 而这就容易引发心脏病 情绪痛苦的另一种表现是自杀 所有年龄段的前十大死因中都包括自杀 而情绪痛苦最常见的表现 则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患者可能会酗酒 滥用药物 吸毒 或者专门去做一些没有什么意义 但危及生命的事情 他们生活在绝望之中 这种自暴自弃 等于是慢性的自杀 那些人并不是在药物中寻找快乐 我们专栏讲过 上瘾带给人的不是快乐 他们是在逃避痛苦 上瘾常常是一个人过去受创伤的结果 中国没有毒品和成瘾性绕无泛滥 在我们的印象中 吸毒者是那些家里有钱的 穿梭于酒吧中的被惯坏了的孩子 这其实并不是上瘾者的普遍情况 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况是 好家庭的孩子不吸毒 人通常是在生活中受到创伤 遇到种种不如意 必须寻找一个情绪出口 才诉诸毒品 最初是一种逃避和替代 然后就会成为依赖 更重要的是 上瘾并不只是表现为 毒品和药物依赖 有些人工作成瘾 控制成瘾 追求完美成瘾 也是病态的上瘾 正常人工作 或者是为了养家 或者是为了乐趣 或者是为了改变世界也好 一个人总会有个度 你会在工作和生活之间 寻求平衡 你会允许自己休息 你不会想要打赢所有的比赛 因为你需要规划长远的可持续性 工作成瘾者可不是这样 他们会强迫自己做对 每一个根本不重要的细节 会要求自己拿下所有的奖章 会把工作以外的一切 都视为麻烦 他们并不是真的喜欢工作 而不是like工作 他们只是想要工作 want工作 这就是上瘾 阿提亚就是这样的人 除了工作上瘾 他还经常发怒 甚至到了会在情感上 伤害家人的程度 但幸运的是 阿提亚主动寻求帮助 然后他被人点破了 深层的内心问题 阿提亚的工作城隐 拼命追求成就感 难以遏制的愤怒 对他人的疏远 对没有什么意义的细节的执着 所有这些都是他内心深处的 无助感造成的 阿提亚小时候受过连续的虐待 但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会去寻求帮助 你反而会把那些精力 视为羞耻 你认为唯一正确的反应 就是把自己从受害者 变成复仇者 羞耻感就这样变成了自大感 阿提亚对童年痛苦的反击师 13岁开始学习圈技和武术 后来又迷上了射箭和驾驶塞车 他通过这些活动宣泄愤怒 为了追求成就感 他在学习上高标准研要求 成为工作狂人 他考上斯坦福医学院 成为医生 成为创业者 他给自己施加巨大的压力 崩溃了好几次 旁代诗人杜牧有句诗叫 包修仁耻是男儿 把羞耻化为自大 的确可能给你一个巨大的激励 但是在阿提亚的心理医生看来 这在长远上 只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灾难 一向工作没做好 阿提亚感到羞耻 羞耻变成了愤怒 于是阿提亚对自己的孩子 大喊大叫 事后又觉得 不应该拿孩子出去 于是又感到羞耻 然后又是对自己的愤怒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后来阿提亚开长寿公司 他有一个病人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知名人士 那个人说过一句话 最能概括这种形态 他说 我需要变得伟大 这样我才不会觉得 自己一无是处 给阿提亚提供过帮助的一个组织 叫 复原之桥 他们有一个理论 叫做 创伤树 就是大树的树 意思是 人们成年以后 表现出来的某种不良行为 比如成瘾和失控的愤怒 实际上是对童年遭遇的 各种创伤的适应 我们看到的表现 如同是一棵大树 在地面上的树干和树枝 而童年的创伤 则是埋在地下的树根 所谓适应 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做法 才能让自己精神上过得去 阿提亚的工作成瘾和愤怒 就是对童年虐待的适应 童年创伤有下面五种 一 身体 性或者精神和情感上的虐待 二 被忽视 三 被遗弃 四 父母与孩子之间界限不清晰 比如把大人的事让孩子做 把孩子当成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工具 侵犯孩子的私人空间 过度控制孩子等等 五 目击灾难事件 上面五种都是童年创伤 这些创伤不论大小 共同的特点是让孩子产生无助感 你不喜欢这样 你很痛苦 可是你无力改变 但你总得做些什么去适应这个局面 于是就有了一直持续到成年的各种功能障碍 也就是创伤术的四个分支 一 上瘾 包括对毒品药物酒精的上瘾 也包括对工作锻炼和完美主义的商议 二 在心理上过度依赖他人 三 习惯性的愤怒和暴躁倾向 四 难以与他人建立或保持有意义的关系 这些现象我们在讲萨波斯基的行为那本书的时候也说过 有些被父母虐待的孩子反而更加依赖父母 有一些被遗弃的孩子长大以后 也不敢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更可怕的是创伤术有代代相传的倾向 一个被父母虐待的孩子将来也有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 那我们得问这一系列情况该怎么办呢 我以前对这种深拉童年阴影的心理疗法不以为然 我认为人应该多方钱看 但是我可能逼估了一些人的创伤 RTI这里介绍的方法主要是针对那些受过强烈的创伤 以至于情绪障碍特别严重的人 不过一般人也能从众获得启发 有一派方法论叫做辩证行为疗法 专门帮助有严重情绪问题 称之为边缘形人格障碍的患者 这个疗法认为光找到原因有了认知是不够的 你需要把良好的情绪能力当作一项需要好好练习的技能 这是一套行为疗法而不是认知疗法 辩证行为疗法的有效性得到了临床实验的证实 练习的目标是打破一个连锁反应 也就是负面刺激带来负面情绪 再带来负面想法 再带来负面行动 要打破这个连锁反应 说白了就是要控制自己 不要一点就炸 用我们专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你要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找到自主决定如何反应的自由 要做到这一点 你得在自己陷入愤怒之类的负面情绪的时候 主动跳出来观察自己 认识到自己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是什么样的刺激把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其实很困难 你可能需要药物的帮助 但正念冥想很有用 最重要的是行动 要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要改变行为漠视 以至于哪怕遇到负面刺激 也能淡然处置 阿提阿达了这么一个比方 人对各种苦恼各种烦心事的承受能力 就如同一个垂直开河的窗口 窗口越宽 你的心就越宽 窗口越窄 你遇到事情 就越容易情绪失调 很多外界因素会压缩你的窗口 而你平时要做的就是通过行为练习 来扩大这个窗口 体育锻炼 充足的睡眠 良好的营养 一些调节情绪的药物 接住大自然 不计较胜负的娱乐活动都有帮助 但是以下这些方法可能更重要 关键是改善人际关系 阿德勒不是说过吗 人际关系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如果你跟周围的人有良好的关系 比如最起码跟家人的关系很好 你的窗口就有一个坚定的支撑 要把人际关系当做一个生态去发展 尤其是老年人 如果总是独处 对情绪健康破坏很大 改善关系的好办法是 专门花时间和你在意的人 一对一相处 跟人相处的一个好办法 是用对方的视角考虑问题 这个叫认知重构 你觉得你很忙 你做的事最重要 别人都应该给你让路 可难道别人做的事就不重要吗 想想他人视角中的你 此刻是个什么形象 对你会很有帮助 从负面情绪中跳出来的一个简单办法 是吧 自己脸上泼凉水 再不行你就冲个凉水走 这种突然的刺激 能让你的心率和呼吸频率减慢 从要么战斗 要么逃跑的交感神经模式中脱离出来 进入平静的副交感神经模式 同时漫长的深呼吸也有类似的作用 还有一个技巧是反向行动 也就是主动做和自己冲动相反的事情 阿提亚有一次在家里 工作特别忙 妻子要带孩子出去玩 她明确说了自己不会去 就在这个时候 阿提亚跳出了习惯的模式 来了一个反向行动 主动带着妻子和孩子出去 效果非常好 这个道理是改变行为 可以改变心情 可能你很想冲这个人发火 但如果你重构了视角 采取了反向行动 反而列举了这个人的成绩和优点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情也变好了 最后一个建议是 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好朋友对待 不要苛求 要包容和鼓励 这个也是我们多次讲过的 自我关怀 好 那说完了情绪 超预期寿命这本书 我们也整体说完了 下一讲我再把说一些读这本书的心得 这一块 一顿 一顿 我再带 一顿 一顿 感谢观看